像我在生长 哇 你的腿好多毛啊 天呐 我的天你拍我 哈哈哈 你妹 七七姐你怎么坐在这里啊 没有人约你吗 没有人约我啊 要不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里啊 走啊 走啊 去哪里嘛 奶奶给我介绍男朋友 一会你就知道了 走啊 啥玩意 装神匹 这么多人你带我过来干嘛 游泳吗 七七姐当然过来泡一下神仙水啊 哦 对哦 据说七七节泡一下这个神仙水啊 是可以保身体健康 平安顺利的对不对 对啊 所以叫你来泡一下嘛 其实七七节是起源于 古人对大自然的崇拜 和古代女子像七姐献祭 祈求心灵手巧啊 过得美好一年啊 后来被赋予流浪之女的一个传说 使其成为了一个象征爱情的节日 话说回来 表哥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 要走上班去了 没空理我啊 怪不得了 人家多拜拜祈求啊 祈求一个好的姻缘啊 一边去 自古以来呢 其实有祭月之女 村真祭巧拜之女是民间常见的公属 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习俗 表哥 你知道我们阳家还有什么样的习俗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哦 对啊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人啊 都对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习俗都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也可以找一些老人去了解一下啊 刚才那个爷爷跟我讲啊 七夕当天就会有很多村民啊 去那些河边或者是山坑啊 装一些山泉水回去 然后去干嘛 然后去洗澡吗 据说老人的意思呢是 装回去洗脸的话是可以美容养颜的 洗头的话是可以无回白发的 而且这个当天的水中围去放一年都不会长虫的 这么神奇吗 对 我也觉得是有点神奇 一会啊 你得也要在这里洗一下 洗一下澡啊 然后装一点水回去 来 表哥 你不下来洗一下 洗一下好要身体健康的哦 表哥 准备脱衣服下去啊 脱衣服就香了吧 当然你脱衣服嘛 像我在乡上 哇 你的腿好多毛啊 天哪 我的天 你看我 你的腿怎么那么多毛 哇 我想吐 搞点神仙水回去放 才一煮熟很久的 据说呢 越放的时候就越觉得越好 越清甜哦 哇 这个水 我们七夕当天呢 一般都有很多老人啊 还有大人带着小孩过来 这个河边这里洗一下澡 洗一下这个神仙水啊 据说呢 是可以保身体健康的 还有非常多的寓意 那你们那边其实有什么样的习书呢 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一下 我们互相交流一下 这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雪鱼妹的记住 拜拜 拜拜